没有人会哭晕在厕所啦 然后很多人写说要截图给亮亮 给亮亮给亮亮亮亮亮亮亮 现在怎样了亮亮什么的 亮哥亮哥不过我真的 我说句话这个亮哥很好玩 他自从知道了以后呢 其实是不是亮哥叫你追我 是亮哥叫你追我吗 他有鼓励过吗 他给我你的讯息说你诞生 所以他是关键人物之一 他说诶 郁琴单身 我说不会啊 我说维基百科不是说他要结婚吗 不是 听说他单身 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不动声色 完全不动声色 然后当天晚上我就 把那一封简讯给郁琴 我们约会吧 然后那时候傻眼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简讯该怎么回 谈点亮哥吃瓜明场面 No.5 昨天吃秦迁的 就是周玉琴跟那个赖月谦的节目 OK 他们两个有一个直播 吃了一天实在是太甜了 今天需要明亮节目来调气一下 因为昨天两位互动颇为甜蜜 哦是吗 你在现你在现场 我的节目跟他是同一个时间 可是我后来去看他的节目嘛 哦能量爆增啊 那下面整整一大排几百个人祝福 哦祝福 静在不严重 哈哈哈哈 这任节目还能磕CP啊 比电脑电视剧还甜 OK No.4 哎没人来了没人没人来了 委员你要说你是赖老师跟那个 郁琴的没人 说你是红娘 不是啦我偷偷告诉他说 周玉琴是单身 赖老师本来不知道吗 不知道 你偷偷告诉他 我们因为赖老师 那个周玉琴 周玉琴非常低调 哦你说他单身的事情他很低调 他不讲 哦 所以绝道多数人都以为他有老公 那所以赖老师 那你为什么要跟赖老师讲 是因为赖老师有问你说 郁琴是不是单身人 嗯这个不有道理 哈哈哈哈 问到一个答不出来的问题 咦终点费不够高 我觉得赖老师应该很多人介绍 我常常搭他的车啦 你说赖老师还是 我常常坐他的车啊 他会送我 就会聊天啊 我知道他想结婚 然后你就告诉他周玉琴单身 我就说有 那你也是判断正确啊 觉得这两个人配啊 我就说有一个对象非常好 你都不知道 然后我就提到这个名字 那你真的 他真的不知道 那你真的就是介绍人了 他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对啊 那你就是点醒梦中人那个人 然后他就 他就开始偷偷吃三碗公 那接下来的动作 他就不知道 都观察不错 我们都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请问你们是到什么时候 因为我们是看了新闻才知道网友先 我们那是最后戒指曝光以后才知道 可是应该是赖老师先带吧 一起带 就在秦迁的时候 那个tiffany是周玉琴挑的 他带他去 这个很棒 这个细节是这样 就是 周玉琴就跟他说 你不能就只有嘴巴讲吧 玉琴有在 玉琴有在网路上面有先分享说 他们那天的对话 带老师就说 你不如嫁给我吧 之类的 也不是这样 可是 賴玉琴很不会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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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追到这个 我们都知道很棒的人 賴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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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本来就 对他的个性是 两个都是属于 有好感 他说女方对男的有好感 所以为什么就很容易扯 就是这意思 而且他们认识很久 你没教他两招 你应该是高手 那个周玉琴自己叫 说他给他一个line 说我们约会吧 哇塞 女的给男的男的 男的给你的啦 你有看过那么蠢吗 我们又会吧 这样 半国念书都没有 半国的浪漫 哇塞 这种太低调浪漫 半国的浪漫 半国的浪漫一点都没学到 是啦 没有他学到厨艺 因为那老师真的很会做菜 有两天是他感动到做一起 一个是便当对不对 不是 什么牙齿什么那天 他有跟他讲说 你要弄的面 弄的很细面 一盘一盘 就表示很体贴这样对不对 那是一个嘛 嗯 那另外一件事是什么 有一件事是 他计较他不能吃的忌讳 真的喔 每个便当都散过的一些菜 很用心 很用心 你去干嘛 因为他还在车上跟他讲啊 看了一次我就记得了啊 他讲出来啊 哇塞 赖老师真的太细心了 那 那你对 那你对你老婆 应该也是非常的 那个 就从小过目不忘啊 这个是缺点也是优点 好厉害喔 人家是女人控制男人的胃 被罵了 哪有男人控制女人的胃 更厉害喔 所以 会做菜要 满有加分的 我觉得主要还是 互相有好感 我觉得有缘啦 缘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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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尖的 但是他 他會比較ㄍㄧㄧㄧㄧㄧㄨㄧㄧㄧㄧㄧ ㄆㄧㄧㄨㄧㄧㄧㄧㄞ 蛀是因為 獅子座藏不住啦 所以我才 所以我才很好奇說你是怎麼追的 我怎麼都不知道 我是對他的地下工作有興趣 他想要研究他的地下工作 八月十六 八月十六 三萬公里 下次有機會真的來問一下他 是地下工作怎麼做的 他其實都沒有 他真的是很保密到假 他因为是说 预情比较低调 我认为是很快就 决定 就我跟他讲说 他是单身 我跟他讲大概就是半眼前 所以昨天到底 是什么影片啊两个 昨天他自己播的啊 你说那个 就是秀戒指那个 是啦因为那个 我觉得就是 赶快让他 让这个事件停掉了 就是大家回到正常的生活 就是不要再讨论这件事 一个评论员 坦白说不算什么 根本不是一个咖 因为女粉太多 知道大家多在意赖老师 女粉太多 想要知道赖老师 昨天那个女粉的泪水 听说 泪水淹成了河 沉了一片海 赖宣啊 主持人是我们的灵魂 怕死人 讲得那么恶心 我现在 真的 我现在才知道赖神是怎么追到女朋友 讲话可以讲到这个份上 赖神都是 等待人家女生来喜欢她 我还被你调侃了很多年 偷偷吃三碗半 最难追的一下就被她追到了 我 我 我都不敢讲话了 大家都在听 特别来宾 来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的情况 这个因为我想一次解决 不然的话 这个事件拖太长了 因为正量很酸 我好酸 我是满满祝福 没有 真的亮哥每天都非常的关心 也很怕我看不到网路上的留言 跟贴图跟截图跟短视频 因为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 就怕我会露街 所以亮哥今天还特别又在发了图给我 而且亮哥今天还说 很遗憾没有学会做便当 谢谢亮哥 谢谢亮哥 我早就知道他的专长 是 烧的一手好菜 你的意思是说我只会少好菜 不只啦不只 我说博士之外 不男生 懂一手好厨艺真的很少 不容易啊 谢谢 的确 好吃 No.1 因为在关心赖神说 明天 明天我直播就是11点 干嘛 那个我邀请一位特别来宾 就是郁琴嘛 不会是赖太太吧 就是郁琴嘛 就是我明天我就邀请她来那个 聊聊天 对来聊 继续勤签吗 不是啦 您问签啦 就是来接受群众审问啦 公审 到底是怎么追上的 对我上一节我才在讲 我说我们都没有发现 谁 明天那个郁琴 我们就都没有发现了 明天郁琴就会拿出手机里面各种便当给大家看 真的 亮亮你很酸 奇怪这要哪里叫酸 我们不是酸我们是羡慕